有可能推阻吧 OK 那個板塊在後面 其實前面講到板塊的形成有幾個線 有幾個可能性嘛 然後我們剛才講到說 在板塊形成之前的板塊是什麼樣 對不對 那時候是我們的一個推論是說 我聽說在那個 第一個板塊形成之前 為什麼裡面底下的運作 我們說是板塊的運動是因為那個軟流程裡面的 那叫什麼 那這裡有現象對不對 那第一個板塊形成的時候到底是什麼形成的 為什麼底下會分開 那板塊會分開 那時候我們講說因為板塊在形成的時候 有可能是這邊形成一塊 這邊形成一塊 那中間本來就有一些沒有形成得非常好的裂縫 類似這些裂縫 所以從那邊在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再從裂縫那邊再張開對不對 我們上次有這樣經過 對 有印象 有印象嗎 那我們就講到第一個板塊 那因為所有的討論都只圓期在 回到第一個板塊 潘古大陸 那潘古大陸之前是什麼回事 那潘古大陸之後 為什麼會從潘古大陸再幾個裂縫去裂開 對嗎 如果他是一次形成他應該是一塊完成的 那後來是誰說的 忘記誰說的 他可能是這樣形成一塊 這邊同時形成一塊 那慢慢他中間黏在一起 所以中間有吹落點 這是蠻有趣的 這上次我們講說 其實這題目可以往下延伸 就潘古大陸之前的大陸套裝模樣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繼續研究 18幾下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持續的研究 潘古大陸 不行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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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我們知道有張越型板塊 有鉤合型板塊 然後板塊板塊之間的運動 有戳動型板塊 那在台灣到底是怎樣的板塊 什麼 台灣的板塊是因為鉤合型板塊的村 應該是兩邊推起來 羊蜜蜜蜜蜜很特別是 剛好可以插他腳的地方 我們好像是 這是歐藥板塊 然後這是菲律賓板塊 它是從這個角落切進去的 從那個角落切進去的 所以你可能從這個25月的指數上看起來 它是菲律賓板塊以每8公分的距離 往前推直 那8公分才能免然動一點點 會有差嗎 沒有差 沒有差 希望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 可是這種在活活的日子 感覺太高了 感覺不到每天的運動 每天8公分它不會是 一次8公分嗎 這樣已經很有感覺 它應該是每天可能進一點點一米粒 或多少慢慢走慢慢走 每天8公分 每年啦 每天8公分嚇死人 每天8公分嚇死人 每年8公分還好啦 他說每天8公分 我說每年8公分 每天8公分嚇死人了 每年8公分啊 每年8公分嚇死人了 好 那個 在這個推的時候 這其實有一個 其實從台灣的地形 可以證明就是那個 聚合型板塊的推直的現象 推直的時候呢 所以在台灣海峽的 都是台灣海峽 在台灣的東岸 這邊喔 上次我看過那個張正義他有多一個訊息 他也是轉接的 他說其實在東岸那邊玩水喔 要小心 因為他 岸邊喔 沒有很多遠的地方 他就一個很深的海溝下去 東部都有喔 東部都有 對 基本上東岸都這樣 像青海邊也要玩水嗎 你還好嗎 玩水玩一玩之後 他就往 太靠近外面喔 他被海裡捲喔 他就變成很深的海溝 所以他很小心 那他幾樓的關係 所以說你可以看喔 我們這個是歐陽板塊 歐陽板塊是末路對不對 菲律浦板塊在上面 所以他在末路的那個地方 就會形成一個海溝喔 那另外一個是 他整個這樣子推直 所以是把整個台灣的中澳山脈啊 花東重土這樣 推直起來喔 那你可以看到他這邊有寫到說 我們在推直的時候 他事實上也會形成 那個整個台灣島上的一些 斷層的現象 以前事實上在九月地震之前 事實上人家 台灣本的這個斷層啊 研究的地質學家並不多 所以大家對這個所有的斷層形成 也不是很清楚 到底為什麼斷層 那你們現在看過這個書上所寫的 你們覺得斷層怎麼形成啊 某一某就形成 什麼意思 你叫某一某就形成 錯動型 因為他沒有空 所以就要把他 錯動型應該是說 兩個板塊是 這樣子行 這樣行動才能錯動型的板塊 但台灣不是啊 對 它是沉下去 台灣是擠壓型的 是擠壓動 所以擠壓之後有一個 壓了之後再動 對 有一個是被擠下去的 一個是往上 所以我們在這邊是往上推 對不對 在這個地方往上推 往上知道為什麼會形成所謂的 這個斷層 它根本上有寫一個 推補計的原理 這是 台灣的技術學 它提出來的道理 它是在那個守衛地震之後 發現這個整個斷層 非常多是斷層 因為 像中部那個地方 就是車龍虎斷層 車龍虎斷層 後來發現說 其實我們當初 才蓋一些建築物都蓋在那個 斷層上面 斷層上面的 建築物就相對危險 那這邊 你們 如果預計過的話 我想請問的各位是 斷層是怎麼形成的 板塊移動 板塊移動 是板塊移動 板塊移動形成一個追憶嘛 那為什麼形成斷層 這時候我們應該要整個拔不出來 選擇沈默的 選擇 到時候才可以有提供一下 這體股之間就剛好 有一區域的泥土 是這個菜式 然後 有一區域的泥土 是這個菜式 嗯哼 菜式就是 從這個材質 就是女童的 但是 剛才是比較近 是 是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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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 反過在運動的時候 症狀發了 症狀發了 嗯哼 這是一個斷層 這是一個斷層 這是一個很法當的說法 OK 他可以看到這個 我們講說 雙弓斷層啊 雙弓斷層啊 他其實是在 剛才其實自己也講得很好 就大致鄉是蠻街心的好 就像我們的土地在沉積的時候 他已經上一層一層沉積了嘛 不同的材質 不同的材質 然後當有一個人被推擠的時候 被推擠的時候 如果說這邊是一片大陸 他不是你整個會被推動嗎 沒那麼容易的事情嗎 那推擠的時候 如果像我這樣講簡單推 這個就被推動 那假裝這邊有點擋住的話 他可能會翹起來對不對 會有龍起來 那龍起來的現象 那龍起來的現象 那是還好就只是龍起來 那如果說整個都龍起來之後呢 那繼續推擠的話 他有一個現象是 他可能會在皺褶 他有些皺褶的現象會產生對 那他推著的時候 可能是 因為這個層跟層是有些層 就像自己講 有些層呢 才只要他們滑動 所以他從頭龍一滑動 又滑動了 滑動之後呢 他如果再加上皺褶 他就會變成向上突起 那這個地方 就會變成類似像 我們在地上會發音 突然就 這邊的地就翹起來 就突起來 那就這樣 最後這兩個都平 因為 假設這樣都是平的對不對 現在地已經經過一些 除了皺褶 再加上皺褶 變平了 那在一起的時候呢 他就突然 就從那個 容易滑動的地方去翹起來 這地方就形成皺褶 那這個地方我們講 是斷層的地方 就是這樣 像蜃龍補斷層 你可以看 像26頁 你一推擠的時候 他並不是所有的推體會整個一起動 他有一些層都比較容易動 不要動的地方 跟下面不會動的地方 還是會形成的 分開的現象 這是推移基原理的概念 這斷層的底下都是斜的 按照這樣說法的話 斷層比較接到一個平均面上去 就是 譬如說 這是一層 然後 這是另外一層 然後這是再一層 他推擠的時候呢 他這樣在移動 就是這層會被推開 會被推動 所以他從上面這層先推動 那下面這邊呢 都是如果再深一點的話 他就是基乎根 就是像我剛剛這樣子舉例 你可以底下看到這邊就是你一面 但推動的時候 他這樣可能就推動起來了 但往這邊解化 就是這個推動起來 就是斷層的形象 好 那來看一下第三章 這個地球表面的形作 地球表面形作 我剛才講 剛才開始我們介紹礦物 介紹石頭 介紹石頭的形成 就是要這個 板塊的移動 那其實板塊都算是大的範圍 那小範圍的部分 譬如說每個石頭每個石頭 它會改變變形 它到底有什麼原因變形呢 為什麼會一些 讓它造成改變的狀況 這原因是什麼 那課文這邊有分成一個叫做 銀利 就外銀利跟內銀利 什麼是外銀利呢 外銀利有哪些 封 封 封為什麼對石頭造成破壞 因為封有大約是 心理性的東西 像那個砂 然後它就會一直去 所以封如果加大了一些 小石頭或小粉 粉層小顆粒的話 它對大的石頭撞起的時候 就可能產生破壞 然後咧 這是物理性的 物理性的不單純只是封 我們講封化是一個概述 封化不是只有封的影響 封化應該是說 我們那一天討論說封化 封化是什麼 那什麼是封化 那什麼是封化 封化封化 封化封化解決自然的 天然的形狀 天然的形狀 還有生物 天然跟生物 那你主要改變什麼 地表的樣貌 還是 對 改變地表的樣貌 就是地形啊 地貌被改變之後 風化現象 風化現象 剛剛那個 冠原解釋了 風的部分 那風化現象 哪些是天然的部分 還有什麼 水 水怎麼破壞了 水 水怎麼破壞了 水 水怎麼破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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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沒有破壞了 水有一個風場 水也是有 2 梢壁 酱風 石頭巣 石頭上沒有一些小槌 小水氈 石頭畫 Fno 或者是把水何 泥水帶走 或者你怎麼 它那個陌生下去 那個是很難喝 一開始 你講那個 就是 風化 我們已經講了很多 你剛剛是 какая 先講的妳比較單った 它跟風一樣 水中間其實夾來的一些小石頭 小石頭因為水在流動 它撞到別的石頭 把它撞出一些痕跡出來 那一些石頭被撞碎了就 這碎的石頭又跟著水走 這是撞碎別的東西 這是水去夾來的 夾雜的一些小石頭去撞碎 就跟風一樣 第二個現象是 剛剛講的類似像搬運 我把這石頭從這邊搬到地方去 它改變地形地嘛 對不對 水流動它有點搬運的效果 那水還有什麼其他現象 堆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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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堆積 就是 就是可能水在 很快 然後變嗎 然後又不變快 OK 它變化的這一塊 就變得夠很多 OK 以後 因為它變化就是成效 它是成績現象 OK 好 那石頭水還有什麼特別的現象 我們下次那天畫的時候 要講它一點點 可能像 山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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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帶石頭 還有一些像這邊之類的礦 OK 然後水流過 然後熱來的也融解出來 然後石頭有過 那邊用它 這邊就是裂空 OK 那講一次 對融解 我們水 因為水是一個很好的融 融劑 所以它會把一些石頭裡面的鹽分 那些可融性的鹽分 把它融解了 然後把它帶下來 所以石頭慢慢會被侵蝕 就是要侵蝕了 它把一些雜質給融解掉 然後水還會很特別的配信 那一個物理天下 讓石頭 對 結冰 讓石頭爆裂 像在我們去南無大山 為什麼在南無大山的圈谷 都是石頭小石頭 那小石頭怎麼來的 從大石頭變來的 從大石頭變來的 對 從大石頭變來的 結冰 被結冰的樣子 對 結冰的樣子 那一段雞可以看起來 又不會結冰的樣子 對 它石頭 石頭碰碰 如果說下雨 然後水跑進去了 或者是因為霧水的關係 水跑進去了 然後到了晚上結冰 結冰 水會膨脹 對不對 所以我們講 水的山開的時候 水的山開 在固態之後 它會體力變大 所以體力變大 它把那個孔氣給撐開 這個做法是在他們 採集大理石以前 工法沒那麼好的時候 他們也是這樣做的 還把石頭 這麼大塊石頭 我們也不能用 也不能翻得動 所以他就拿電鑽先鑽個洞進去 鑽個洞進去 我要這個皮面先鑽平洞 就一個皮面 然後呢 在這個洞上呢 你就給它灌水 灌水進去 那到晚上就結冰了 鑽平洞一張開 它就滅開了 就滅開了 所以它可以把大石頭 切割成小石頭 這是比較平和的做法 那如果不平和 做法就直接塞 炸藥 炸開就好 鑽中 鑽中就是用電鑽 就跟你電就要慢慢鑽 對啊 最主要慢慢鑽 那... 那... 總比你去慢慢敲 慢慢敲 還來得快 鑽中會比較... 雖然也不是很好鑽 這也不是很好鑽 好 所以水造成了這個破壞的這個磁磅 一個是冰把它撐開了 一個是水的輕驰 另外是夾仔石頭 好 這是所謂的這個物理風化的部分 那還有一個 除了水跟空是哪一個 再來一個 對 天然一個部分 天然的現象 除了空氣 水 還有一個 陽光 陽光會怎麼樣 陽光會把 陽光會很熱 很熱 然後呢 發水就發出 發水就發出 然後呢 所以跑到水中的頭子 所以沒有省 OK 好 還要換別人講話 熱上冷桌 主要是熱上冷桌 陽光不斷的熱上冷桌 熱上冷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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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了好 它表面就會均裂 就會裂開 就會破掉 好 這個東西現象我們常看到 有時候在那個 房子的表面啊 它曬著太陽就呼呼 呼呼是有點那種是 紫外就有點影響 照著它內部的反應 那也是一種現象 那另外一個就是 你去河邊看 有些石頭 自然就裂開了 它沒看到什麼碰到 那自然就裂開了 那山太陽曬著怎麼裂開了 田乾掉裂開 田乾掉裂開 它是因為土 它沒有土 它收縮的關係 棉土有水的時候 比較張開一點 體力變大 沒有水的時候 它整個會收縮 那收縮它就會 局部收縮 它就變中有裂縫 反正感覺這樣不太一樣 因為它本身就是土的 它不是石頭 好 那化學的話 化學工話 就剛剛講的是水 造成水中的化物質的變化 那上次我們來講 多一個 水 可以造成化學變化 假設我們現在是酸魚 酸魚會有什麼影響 什麼樣的金屍 什麼樣的金屍 就是把石頭都不要 石頭裡面有什麼東西 它可以把石頭 金屬類的東西 點蓋都可以 所以說這是一種化學工話的現象 它把水跟工物質 產生一些溶液 水溶液 這水溶液 產生對其他地方 產生性的變化 跟化學變化 好 所以工話帶著一些 種類 好 那侵蝕 我們想要侵蝕的話 就有分 呃 其實像這邊講流水 流水 像說水流的時候 會造成一個侵蝕現象 你們有去海邊玩過沙嗎 沒有 最好是沒有 我們是挖個洞 沒有 他講這個 不準是因為我們要去衝過浪 我們衝過浪 這樣我們沒有玩沙 沒有玩沙 挖個洞 然後水流出去的時候 你一定要把那個 旁邊的沙子 給切個平條線 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 因為它是兩個 走路過一條 欸 好 走路過一條 然後這線會慢慢擴張 好 它帶走的時候 慢慢擴張 其實它的性量是這樣 就是 我們講說 水的侵蝕有三 可以說有三種 當水在流動的時候呢 這石頭 假設像這個石頭 哇 它第一個性感到是向下侵蝕 對不對 它把這個石頭給帶走 把這個石頭給帶走 它就越挖越深 越挖越深 對不對 石頭會撞到 越挖越深 那另外如果從這個殼的兩側來看的話呢 它會把殼兩側的石頭給帶走 那把殼兩側的石頭給帶走 那這個殼就越來越寬 越來越寬 越來越寬 所以它是向下侵蝕 向側邊侵蝕 那另外一個是 它底下 假設這邊石頭被侵蝕完了 怎麼辦 那下面還有石頭 下面還有石頭 但是會形成一個落差 所以上面石頭會滾下 對不對 那上面石頭會滾下 上面石頭會滾下 上面石頭會滾下 它要怎樣 它會像源頭侵蝕 它會像源頭侵蝕 所以就會越來越生 一個是 越來越像源頭那邊 就是 源頭也會 會往源頭那邊越來越生 沒有錯 生到一個情況 就是假設這邊是 大石頭 它侵蝕的動畫 就變成復步了 那如果侵蝕的動畫 這個大石頭就一樣會被帶走 或被帶走 慢慢這邊就會一樣 就是 就是一個喝水 就從加深 加深 所以一個是 加深加關 一個是往源頭靠 所以靠不能靠的時候 那邊源頭不能被欺蝕 往那邊行人的復步 對不對 你復步都這樣欺蝕 所以你踩在沙上 然後你踩過來 下去之後 你只剩你的腳下面 好像會回來了 這就比較不一樣 欸 因為 因為你腳踩上去的時候 它壓力很大對不對 所以你腳下面正下放的石頭 沙子是比較不容易被帶走的 那如果你也這樣子踩 但是還是被帶走 你這樣腳踩著 一下子是沒有事 但是第二個排 然後第三排 九九之間會怎麼一下子 所以 懷牙 懷牙 所以說你在沙子上面 換一個很重的 嗯 然後 給它沖很久之後 就變成 嗯 那一塊會變很高 會比旁邊的高 剛開始是會的 但是它 你剛開始那個石頭 下面的沙子到處都可以衝走 因為壓力很大對不對 好 我下面這個沙子 我拿一張堆子對不對 然後我 我過去的海浪 衝走的時候 他又已經把這邊先衝走 所以這邊的沙子不見了 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海浪 再衝走 可是你對他來講 對他這邊來講 他這邊就是像河道一樣 所以他開始用向下 開頭向這邊挖過去 他開始向你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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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九九之 你這個變什麼 女王口 變成女王口 但是這是沙子耶 這不是石頭啊 所以他沒多久 就整個就垮了 因為他沒有辦法扯受 那麼大的力量 所以他過來怎麼說 會填沙子 填沙子 但是沙子流動 他不見都填得住 因為你這是壓住嘛 你說要填住 他必須 要怎麼填住 下面還會有沙子的進 不會一直被侵蝕動 可是沙子流動的時候 他不會停住啊 他不會填住 他沙子流動的時候 對他有侵蝕力量 所以通常 你很難在海邊都看到說一個石頭 因為海邊很多石頭 但是你有沒有看到一個石頭 一上面壓著沙子 一直存在那邊 基本上沒看過 我沒有看過 我沒有看過 但是如果沒有石頭 反而他會變什麼 他會變成 對他慢慢就平衡 他過來就平衡 你過來就平衡 對 因為沙子也不見會被 完全被帶走 他上來衝上來 下去的時候 他速度變慢的時候 他就停在原地 他就躺住了 會一直躺住 所以沙子沒有停住 但是你中間有加個東西進去的時候 慢慢的啦 慢慢的 我會覺得這個石頭會變很難 譬如說本來是沙子的 我現在翻個石頭 久而久之呢 這石頭會往下掉 會沉下去 我變成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就平衡了 他也不會動 然後其他沙子上來 刮掉 他也是旁邊一點點不見了 然後再填回來 再填回來 直接高度 刮走了一點點 再填回來 一刮我再填回來 就有填回來 就變這樣 他沒有什麼心理 所以他不會像我們想像說 我一個石頭包在旁邊被刮走 就剩下一個石頭被撐走 好像很少這種情況 我沒有聽過 你有沒有看過嗎 對 沒有看 好 另外一個是冰磚 冰磚怎麼可以造成金子 他融掉之後 融掉之後 融掉之後 不是喔 冰磚的金子力很強 是因為他沒有融掉 因為他會帶著沒有融掉 冰塊跟其他原始硬碰硬帶的 對魔教 是 冰塊跟石頭硬碰硬 實際上 重點是冰塊跟石頭硬碰硬 這很重 很重 一個是很重的壓力 很重的壓力 另外對不對 冰塊 好 我們想想看冰塊的金子力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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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崩 雪崩嘛 雪崩就夹上石头 夹上石头就积在这边 中间没有石头 越积越多 越积越多的时候压越来越大 越大的时候就往下压 往下压上的时候我们讲过冰川的青石 是什么样的河谷 U型河谷 为什么是U型河谷 因为它底下跟旁边 青石的流动没有差太多 它是一致的 它整幻起来移动 水的话你越靠近底部的话速度越慢 越上面到速度越快 它是有的速度上差 所以它对旁边来讲的话 我们一般来讲水流 水的流动的话 它越靠近底部的速度越慢 越靠近底部越慢 越靠近底部越慢 所以它对底部的青石要强 它对旁边它会随着你高度 你越高的地方呢 速度越流越快 所以它对旁边的青石越来越大 所以它是两边的青石 是沿上冰情的方向青石 但是我是冰川的话呢 因为整块 它的移动是整块 它没有所谓的 下面主力大 上面主力小 因为它冰川移动反应就很慢 它慢慢移动 它基本上整块的冰块在移动 所以那所有的石头 都会被旁边做刮 就刮除 就破坏 是石头跟石头在硬封面 石头跟石头在硬封面 所以石头当成被推挤 所以它会把三整块给它清除下 它变成整块U型的一个状 一直清除出来 这是冰川的一个形成 冰川的破坏 然后 孤立我刚刚讲的 那海浪呢 海浪怎么做青石呢 打打就慢慢打 就打 就慢慢打 那里面夹在那些沙子 然后再移动 这样 沙子夹在移动 小颗粒在移动 它就形成所谓的青石效果 有一种 实际上我们家很多加根方式 也就是这样的学习 像有一种东西叫噴沙 噴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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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有些金属表面 我们生产的金属会很光滑 很光滑 它就很亮 很亮 比如假装是金属用品 我在正常上 那可能敌方 因为看光反射的关系 它就看到那边有人 所以我们希望表面是不光滑的 表面是霧霧的 怎么做 有个方式要噴沙 噴沙 噴沙就想 你先想一下 我就把沙子在石头 在光滑的表面上磨砂磨砂磨砂 結果有个光滑的表面 就变成光滑 就是这个效果 那怎么做噴沙 那怎么做噴沙 对 怎么让它造成磨砂磨砍 拿这个超大的沙子 那很辛苦 那很慢 那里面讲过了 对 讲过了 这个高压 高压 空气 来打一些沙 对 它就高压磨砍出来的时候 它就上面有放沙子 那空气 空气流动都要变低啊 所以它可以把空气 把它沙子给吸进去 就跟吸水一样 我们喷是喷水 对不对 喷是喷沙子 它把沙子喷在表面上 表面上就被破坏掉了 它表面是多的 它很像出操的地面 对啊 那这样子它往一走 只会转 然后 然后这枪了 走一走 然后现在就一起磨砍到一些 像秀柚的手 你在这边 秀柚的手上的这边空气 因为磨砍了 就差什么 应该没有那么严重 应该不会那么严重 人家脑子很蠢 你的脑子很蠢 就是如果自己拿着 自己拿着 上过表面 其实没有你想象的这样子 它喷沙碗不会那么糊糙 它喷沙碗的结果 比较像是什么 比较像是本质的上面的感觉 这样的感觉 它不是亮面的 对不对 它不是亮面的 它是霧霧的 但是它是很舒服的 霧霧的 墨夹是很光滑 很舒服的 你看看 不会有零油脚 它没有像有零油脚 没有像有零油脚 它像这个地板是光面 因为是霧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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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霧� 那种就是粗糙 粗糙它会伤害 会刮伤的 没有那么严重 它比较像是一种木头 你想要木头变得比较 像刚做的木头比较 它比较狮子有银有强对 你会拿沙子去磨它嘛 磨到非常细喔 有没有 你们刚刚磨得非常细的 做工非常细的 磨得很细的 那摸起来很舒服的 滑滑的 但又会很亮 但是那里结果 好 所以只要看到有流动的东西 它可以夹打固体的话 它就会形成轻蚀的效果 那接下来就是搬运了 刚刚那个官员讲到搬运 就是从那个沉降的部分 就是因为我搬运完 所以我力量不见了 它就成降 什么情况会有力量不见的情形 我搬搬搬 搬到为什么它是不搬呢 阻力太大 阻力太大 什么样阻力太大 地心引力 地心引力 好 这是一个河水在流动 我只有花河水的本身喔 好 河水在流动之后 这样才高地差 有这样一个高度差 让它河水流下 是不是这个地方 每个地方速度 几乎分量都很快 所以在石头被带走 对不对 到什么情况之下 这个水不会流那么快 地变平的时候 什么 地变平的时候 地变平的时候 对啊 或者是它流到一个湖里面 因为这是一个湖 好 那接下来这个地也是有向下 那地还是持续向下 但是水接下来它又经过湖里面之后 也不觉得水分之下 有优化它 每天都很早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